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博文焦点 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保护言论自由 说话的自由是基本人权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他有思想 但为了得到这一天赋的权利 人类一直在斗争 总国人至今仍然不能自由的说话 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大家熟悉的赵云龙博士 云龙你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 一个学者和一个老师感到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呢 到底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 进入到文明社会以来或者是半文明社会以来 人类最需要的知识这些是什么 后来我做了好些比较弄正包括是这样的财富呀 包括做了比较以后我们发现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 我们就举这个任志强的例子来说 任志强就是因为说了一个当小丑的皇帝简单这句话 他没有直接点谁的名结果就关到监狱里边去了 任志强这些年代我认识他过去 很自律的一个人非常自律他也不贪污呀 没有经济这方面问题 但是呢还是比虚拟的罪名给抓到监狱里边去了 我知道咱们微信上都有许章荣教授 我微信也有联系的许章荣教授 许章荣教授呢现在就是空在家里边 平常门口安置摄像头就是看他说什么话 看他到哪里去所以说一点也不自由 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说我纵观古今中外 其实人类现在最重要的权利 其实就是言论自由 我觉得呢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才是幸福的 包括我们这些我们也可以经常回中国 但是由于最近一两年 这个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以后 我们也不敢轻易回去了 为什么 怕回去和哪句话说的不对 得罪那个领导呢 现在在言论自由方面比冤枉的人很多 有些时候不是说你有毛病 其实你也没毛病 大家也都会没毛病 而是被一些耗力之徒 一些诬陷的人来比冤枉了 这样的话就是非常之可惜的 我认为做一个学者和老师 最幸福的事情呢 言论自由排在第一位 第二行动自由 我们过去都经历过 行动不自由的时代 就是说我在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你就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的话 那你从党支部 就给你写那个漏条 想介绍性质的漏条 后来我考察了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不是这样 我到了苏联 看那个俄罗斯这些 遗留下来 问他们当时是不是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要写这个条子 他说是的 也都去写 那后来我又到了古巴去看 古巴也是如此 就是到捷普寨以后 捷普寨不是屠杀了本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也有人说四分之一 反正是屠杀的很多 在共产主义 布尔布特想 那么我们他是写不写的漏条 他是哪里的写啊 我们是把整个城市 经编这样最大的城市人口 在一夜之间全部赶出去 不让他们在城市里住了 赶到乡村去 让他们享受平下中农 上山下乡再教育 不要在城市里边享受这种好的生活 要和三民一样生活 当然这个布尔布特思想是毛泽思想影响 所以从这些观点来看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 都是没有行动自由的 今年把中国人办护照 这个事情大致取消了 就是说你没有特别特别的理由的话 是不给你办护照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从国外回去 那有些护照办不了 也就出不来了 当然我们知道思想自由也是很重要的 思想自由带动出版自由 只有思想自由 才会带来科技和发明 所以说我们觉得 为什么好些人 就是冒着枪林带雨 冒着东伯林的那种 那种枪炮 然后跑到自由的地方去 其实他首先追求的是言论自由 其实是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 云龙 在中美之间 我们说贸易战 或者中美冲突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了美国卡我们高科技的脖子 比如说芯片 包括华为中信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创新 科技创新 思想创新等等 但是这个创新这个词 在中国似乎有点艰难 您认为创新的基础是什么呢 创新的基础正是和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三个自由是一脉相成的 我们知道呢 最近我看到一些做设计的学生 他们做的直播里边说 为什么中国的学生 就是受这种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影响学生呢 设计方面就比不了西方的学生呢 这我最近看到一个澳洲的一个学者 他本身是学设计的 他说他纵观中国的考试过来的学生 考试也许可以 但是真正要去做设计的话 就根本不行 比起他不是中国人不聪明 而是这种从小到大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就做这种一二三四的选择题 或者非黑级白的选择题 然后把这个事情呢 就是把人的思想限制住了 那我也看了过去苏联 苏联这个民族呢 是很不错的民族 我们知道俄罗斯在1917年之前呢 有好多的诗人啊 学者啊 包括有普希经 蒙吉列夫 这个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些大学者 那个时候有说明撒谎的时候呢 人们思想是自由的 人们发明创造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纵观列宁革命 以后1917年10月革命以后呢 到1991年导致之前 乃至到现在 俄罗斯这个民族 对世界就没有什么发明 也有人说 唯一说呢 他搞核武器竞赛 发射导弹 给发射下去 这方面有些发明 但是这个发明算什么呢 这个发明是把制作武器 攻击别人的这种发明 是没有意义的 它不能以百姓的生活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纵观美国 美国英国法国 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进入电器法时代以来 以人类带来了许许多的发明 我们看到电灯泡 甚至说电视机 所有的包括摩铁大楼 包括飞机 都是在这种美国这种 思想自由状态下的 这个发明的 后来我还仔细看 中国 中国确实在冲秋战国时代 也有许多的发明 那时候莫子这些人的发明 但是从秦始皇一同以后 限制了百姓思想 所以说呢 就没什么发明了 我们看到整个都是 四大发明说 有个制造的四个火药 这火药呀 子南针呀 包括这些东西 其实它也是火药 用于炮炸 子南针的是看风水 那么造子树呢 其实只是攻击里边使用 老百姓并没有使用 所以说我们中国还这些发明呢 对人类其实是没有贡献的 说的有趣点 我们中国人对社会发明了什么呢 最近几年说发明了 三个代表的思想 也有西方人说 带三块手表吗 是这样说的 也有人说 我发明了科学发展观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发明 还有说发明了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这都是些 荒谬的统治国民的一些思想 所以说我们中国还在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领域 都对人类的发明呢 几乎等于零 北京大学呢 有一个著名教授张维英教授 他说他统计了 做了详细的统计 花了几年时间来 统计中国过去一百年中呢 对人类的科学贡献 几乎就是没有 只有一个图又有 有一个通号素 但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还没有广泛应用 是在试验室里边 那也没有是大家 你像你用过通号素吗 没有用过 我也没有用过 借都没借过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创行 是这个所有的创行呢 是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是基础 而这种洗脑式的打派教育呢 把老百姓限制住了 而我和你 之所以我们能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边 能谈论思想 这也是脱了美国的福了 如果没有这个福的话 我们也不能在中国这样畅所欲言 因为这样你说不对 就要挂到监狱里边去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 只有这种像美国 当然美国最近也有点不好处 据说民主党 也在限制局部的言论自由 我是听说的 但没有看到实证 就是说 你用不同思想的话 民主党这些报纸 或者是也会攻击他 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首先说我们 做这询问 我们是站在一个 公平正义良心的角度来说这问题 所以说 中国现在呢 又面临着一次闭关锁国 现在是第二次闭关锁国 第一次呢 是1952年 对外锁国 到1978年 78年 邓小平改革黑化 也就打开了国盟 中国人平时穷要致富 富起来了 那中国现在呢 又采取驾拉外销 也有人认为说 是到处咬着公狗外销 这个搞得华侨呢 很难受 就是他这种一弄的话 华侨的言论也不自由了 所以华侨也处处感到为难 在这种情况下呢 出现情况就是 闭关锁国 就必然导致了科技和和其他国家拉开距离 虽然现在中国这两年高铁 模仿日本也好 模仿这个德国也好 把高铁发展起来 这是一个发明 但是我们仔细来看的话 这个发明也只是模仿别人的 真正没有独创世的发明 过去二三十年呢 中国模仿西方技术 当然我不是说不能模仿 因为专利技术25年之后就失效了 其他国家完全可以使用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人凭着聪明智慧 所以说短暂直接的富起来了 那现在情况下呢 又是闭关锁国 新一轮闭关锁国 从疫情之后开始 从疫情发生之后就开始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一切创新又尬然而止 这个是最近深圳一些 做设计的人 我听他们说的 说是现在他们自己 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觉得国家 国家也好 社会也好 一切自由的基础 创新的基础呢 就在于言论自由 这个话也是 我思考了几年以后 想和观众朋友们所说的 云龙 其实在人类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啊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 优秀的社会制度 比如说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马克思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啊 里面有很多问题啊 有很多经济危机啊等等 也不是一个好制度 那么呢 就提出来一个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 其实在 应该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在苏联兴起的时候 有大量西方的学者 是顶米摩拜的到苏联 认为这是最好的制度 包括有很多啊 这个什么罗曼罗兰啊等等 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 那么你觉得啊 经过人类 经过这一番啊 这个这种追求探索失败 那么你觉得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呢 我们知道呢 苏联这个 1917年革命之后呢 认为他们走社会主义制度 是最好的 当时特别是24年 就是世界出现了 少规模经济危机 德国就出现了危机 这时候一些德国人呢 就缺一到了苏联 特别是1929年 美国的股票大危机 造成了美国的经济一个衰退 1929年1931年的时候呢 美国经济非常的糟糕 这时候呢 苏联就到美国来招聘人才 那时候人员还是互相流动的 可以 所以说 就是招聘那些工程师呀 专家呀 先后有十几万人 这是有名有姓的 十几万人移民到了苏联 但是38年以后呢 这个大清洗 好多一部分人被清洗掉了 我们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人们其实 人类在选择制度方面 往往是不明智的 而且也是随意的 也是用脚来投票的 那就是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来到了美国 其实我们是向往是自由的空气 这个好的环境 北京雾霾那么严重 我们从这里来的 但是也许这样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在中国 凶速赚钱的机会 因为那里我们有非常好的社会环境 是就是我们的社会圈子 那我们认为 什么样社会制度好的 现在联合国他有个研究 就是说 我也不说你什么社会制度了 也不说你是什么主义了 我们就谈这个社会的宽松 社会宽松程度 他认为说 什么样社会制度好的 经济上宽松的 经济上非常宽松 没有那么多的 太多的压榨呀 这个生意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呀 经济上非常宽松的 第二政治上呢 是相对自由的 政治自由呢 就包括官员们 在选取自由 言论自由 法治上是言明的 就在法律上而言的话 大家都是 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且法律呢 像美国的法律 它限制了政府的权利 这就非常好 其实呢 政府是一只老虎 如果不把它关到笼子里边去 这也是中国一个领导人说的 这个政府的权利 如果不关在笼子里边呢 就会腾势 善良的人民 所以说国际上 研究了过去人类 三千年的历史中呢 发现社会发展 百姓生活提高 人们感到满意的社会呢 就是说 言论是自由的 社会是宽松的 经济上呢 是非常包容的 这样社会是最好的 当然 如果能司法 法治 就是说 如果清明的话 这个社会更是理想社会了 所以说在过去的美国建国 两百年以来 好多人冒着 冒着 敲铃弹语 来到了美国 冒着压榨的东西 政治庇护来到美国 所以说呢 我们感到 说明是美国的社会呢 是相对宽松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美国的制度是完美的 我自己呢 有个哲学 我这句话 别人也还没有说 这句 是句英语成语 可能这个成语 是我自己创作的 我说 No anybody is perfect No any society is perfect 就是没有哪个人是完美的 没有哪个社会是完美的 我同时可以衍生出来说 No political system is perfect 没有政治系统是完美的 那么这话 我可能说的多了一些 可能会 未来 可能会写到这个成语里边 这是个效果 当然 有可能就是 话不是效果 就是我说出来 是大幽默来讲的 所以说我认为 在不完美的社会中 我们选择完美制度呢 就是政治上是宽容的 思想是自由的 包容的 在我看来 未来的社会制度 我们就 我看在未来 50年社会制度的话 如果 美国的社会制度呢 能吸收 其他社会制度的优点 就比如说 社会主义制度呢 有个别地方也是优点的 比如说集中力量半大室 把这个铁路呀 公路呀 都彻底修一遍 这情况也是有优点的地方的 那么 他糟粕的地方呢 就是限制人们自由 就是打压人们 人们感到极其不舒服 无端的把人家房子给拆了 拆切了 这个是全国 就说被拆切的人 有5000万以上 是个大的数字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自己的财产 住了几百 几百年的房子 老少几代传言的房子 结果呢 拆墙拆掉了 而且不给你任何的 写实和补偿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社会是 强盗式的社会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 社会制度上 我们也不弄什么主意了 我们未来就看 经济上是不是宽松 政治上呢 是不是清明 法治上呢 是不是少腐败 这种情况下呢 社会就是好的制度 都不合同的 正月 这种情况下呢 所以 有点 有 有点 有点 感谢观看